歡迎回到A1出擊,我是周財俊 由周冠威導演撿到的紀錄片《時代革命》 獲得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大獎 片中記錄了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來路去脈 也追蹤了示威者,拍攝了一些反修例運動中的重要大事 昨天我們邀請了一位在紀錄片登場 化名為父親的示威者接受訪問 他昨天也分享了看這齣紀錄片的感受 今天他會分享他在整場運動中最慘烈的一役 理大圍城時的一些感受 以及與拍攝團隊的互動 第一天就輕鬆地過了 第二天開始,大家開始知道出事 出事的位置是兩輛水泡車和裝甲車都已經齊了 在十字路口 我們那一場很難打,因為他們放的催淚彈的頻密程度 是比平時遊行多三四倍的 同一時間我們也走不了 因為他們的範圍已經越來越縮小了 完全是沒有路可以正常進來 我們更加也代表著我們這三條路 別人進不來和別人出不去 大家就開始害怕 那一種恐慌是… 整個氣氛是大家都好像一個… 情緒很高昂 變成一種氣淚 那種氣淚我可以怎樣形容呢 我差點這麼說 我們在煲底頂完 抓不到所有人的 走得快,換一件衣服 回家去洗個澡,沒事的 但我們現在我覺得 我突然之間發現我人生還有很多事情還沒做 我發現原來我們真的有可能會死 如果有一天我們失手 進來Poly 他可能到最後說 拘捕了一千多人 但這裡是否知道一千多人 那剩下那些呢 會怎樣呢 你會相信他真的成功 超超地走到一千多人嗎 Mai早上跟我說的那種恐慌 其實他在心裏再來一次 我跟他說 我想出去走個圈 看看什麼環境 放心 我會回來 我會想到辦法和大家回家 那一刻 CAMMAN沒有拍到出來 在影片裡面沒有這一段 因為我知道他想保障我們 無論我們安全也好 或者我們感受也好 導演就是Kiwi 沒有把這些東西放在裡面 其實我很想多謝他 他對於一個電影人或者製作人來說 無論你拍紀錄片也好 電影也好 什麼都好 你當然是想把最震撼 或者最善情的畫面 鏡頭 呈現給大家看的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但他沒有這樣做到 他反而選擇是把自己 即是他把我們先走 所以我覺得我們給他拍是值得 我們是值得給他拍 而且我們也很信任給他拍 我覺得他沒有辜負到我們對他的信任 在Pawley的飯堂 我們當時已經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暴徒飯堂 那裡本來是孫中山將 他有一個不同的名字 真的用紙皮貼著暴徒飯堂 挺有趣 在飯堂的樓梯口那裡 因為當時 他有幾個不同的攝影師 我有一個攝影師跟著我 然後Kiwi 就是周導演 也跟著另一個受訪者 我在樓梯口見到Kiwi 我抱著了Kiwi 我跟Kiwi說 很對不起 我這次沒有信心 可以帶他們回家 他們這麼相信我 但是 我完全沒有信心去做這件事 我沒有信心做到這件事 結果 Kiwi 她抱著我 摸我的頭 跟我說 沒事 你很聰明 你已經做得很好 喊了這麼久 我那一刻是崩潰 因為 我那一刻是崩潰 抱著Kiwi去哭 因為整場混亂一邊 其實我剛才說 之後我去哄別人 沒有人去哄過我 在那一刻 我才記得原來 我是一個 剛剛好做一個男人的年紀 我們其實 不是一個父母 我們是一個哥哥姐姐 但是 他們對我的信任 已經超出了哥哥姐姐 已經是等同一個親生父母 我們更加去接受了這種身份 然後一直 原來這幾個月以來 這近半年以來 是死定的 這一刻我受不了 我抱著她哭 哭完之後 我答應了他們 我要找方法 那我就去找 再找又找 整件事 一直都迷惘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想不到方法 我 沒有面目去見這幫兒女 這些感覺 其實 我剛才說過 在時代革命裡面 是沒有播過出來 但是 我看到 Polly裡面 我們在Acore 守著的那段時間 那些畫面 是令到我想回 後面這一段 我們的故事 而這一段的故事 是 我覺得 我自己最受不了的一個位置 那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你看回這個時代革命 你看回這個紀錄片 回顧做過的事 亦都想起自己在裡面 整場運動裡面做過的事 其實 有沒有一些位置你會覺得 我後悔了 我當時真的不應該這麼做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過來台灣的時候有 但是看完這段片幕 多謝你問我這條問題 因為當日就算 我看完時代革命的導演會裡面 就算我公開了自己爸爸的身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不敢說這件事 我也怕自己爆哭 所以我一直 因為哭完 我怕自己再哭一會 所以我 我沒有跟Kiwi說這件事 都是同一件事 除了多謝Kiwi信任我 以及多謝Kiwi她讓我知道 她再安慰我 令到我 知道我是 可以 可以 去找一個肩膀 去給我 去分擔我的壓力之外 我最多謝Kiwi這件事 我 在影片裡 我都說了 我們對人最後怎樣走 報道飯堂除了有食物之外 本身是一個物資站 同一時間 也像基地一樣 有科班 裡面有個大電視 有個鏡頭 直播著不同媒體的直播 讓我們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我跟他們說 去報道飯堂 去物資站 拿幾件衣服 拿幾條毛巾 然後每人拿少許的乾糧 水那些 我們要嘗試 如果我們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要找個地方躲起來 一躲 不知道躲多久 所以我們要準備這些東西 我們十幾個人 每人拿著幾包餅 幾支水 幾件衣服 毛巾 活在這樣的恐懼 超過四十八小時 當時 在餐廳有兩批人 一批就說 衝出去 一批就說 等等 今晚會更加多人 現在衝出去是送頭 我們說 沒有啊 就試一次 衝不到就回來了 不行 一出去 看到有人影 三邊的催淚彈都打過來了 就已經打過來了 根本我們都不知道可以走去哪裡 那些煙是分到 已經不要說 很逐減 想怎樣怎樣 可以直接練 前面的路我都看不到 事後我真的受不了 結果真的 要回到Polly 那好吧 晚上 晚上的時候 我在YCOR附近 我跟他們說 不行 爸爸真的想不到 沒有辦法 我們十幾個 要走 真的很難 在同一條路線之下 一起走 這樣 我們這十三個人 既然人家是兵分四路地進來 我們就選四條路 看看 我們哪一個 我們 我們回到四條路 我們這四條路 我們這四條路 隨便成功走出去 不要回頭 出去跟我們說 你是怎樣走的 事當真 我們試試怎樣走 試完之後真的走得到 就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告訴其他人 怎樣走 還有 如果 爸爸媽媽媽有什麼事 你記住 記住 記住 從來沒有認識過我們 不可以 讓人知道 我們是有關係 這樣的話 我們的傷害一定是最小的 對不起 Iris 不會 不會 你還可以 OK 繼續 好嗎 嗯嗯嗯 剛才 嗯 去到晚上七點幾 即是距離我說完這番話的時候 其實大家已經 開始是 這個叫做 已經在他們選了我的路線 我們十三個人 三三三四 有不同地方 A core的有 研究中 下水道的有 在 Z core的有 而最後 我是Y core 當時 我們覺得就是 Y core 應該是最難走 因為它不像A core A core 那裡就是 如果外面的手足 真的救到你 的話 他們出去一定是最安全的 可以混入到 人群裡面 嗯 Z core 其實有條小路 是可以 有人說 行火車軌 上去 荷文田 唯獨是Y core 所以其實 那時候 我也 我這邊是打定輸數 但是 誰知道 最後 一條橋 突然出現了兩條繩 我意識到 這個是 我們最後一個徒生活 那 我開話跟他們說 全世界過來Y core 我叫了三次米 但是 我不能再叫 因為當我叫第三次的時候 已經去到媽媽 要跳 媽媽很害怕 不敢跳 但是後面有手足說 快點 你不跳 我們跳不到 然後媽媽 鬆手 整個有條橋 基本上沒有抓過條繩 直接踏在地上 那一刻 我心裡是瘋瘋的 那一刻 我很擔心 不知道有沒有事 之前 有個女生 她也是這樣踏在地上 然後 我很記得 那個女生 她在大喊 然後她說 她動不了 她是整個大自然背部 落地 一聲 留下一個FA 她說 糟糕 我現在都不可以動你 但是 如果 不移開那個女生 我們 後面的人 沒有可能跳下去 結果 抱了她 上一輛 超級市場的手推車 但是那個女生 我相信 她如果這樣的話 最後還是要去醫院 用了條命去搏回來 最後還是要去醫院 那去醫院的人 最後是有什麼下場 大家記得了 我看著媽媽 跳下來這一下 她這樣 我其實都很擔心 但我看到她站起來 隔著隔著 我知道她沒事 那我也跟著跳下來 但是 由我叫完麥克 到看到媽媽 這樣打落地 再到 我跳下來 損光 跟她一起搏 上了五棟車 我看回YCore的時候 我都見不到 我自己的年輕人 其餘那幾個年輕人的身影 其實我很內疚 我一直覺得自己 是不是叫Walky 叫得太遲 是不是因為在A Core過來 趕不及 Z Core爬上來 也爬不及 爬不及 爬不及 令到他們走不掉 這個是我一直 懂得不及的 就是我覺得自己很內疚 是不是老爸 搞得你們 真的 要這樣流離失所 其實你們會不會 就很討厭老爸 我一直都不敢問 有個屈結 我覺得很內疚 我覺得他們心底裡 會很討厭我 如果他們不討厭我 我也會討厭自己 在《時代革命》這套紀錄片裡 裡面也有說到這個部分 導演很壞 因為他有把這條問題問其中一個小朋友 而事後他沒有跟我說回這個小朋友 怎樣去想 他是選擇 要我在大人幕面前 親眼親耳 見著那個小朋友跟我說 其實是我們不想去 不是老爸太遲說 我那一刻是 我那一刻是 減了一個罪咎感 因為他後面也有說 就算我在 我也不會跳 因為我是想見證著 外面那些手足進來救我們 我們衝出去那一刻 歷史一刻 我知道這幾個人很硬頸 如果你深信這件事的話 我跟媽媽一左右夾 也不捨得離開 所以在那一刻 我是 有一個後悔的心情 變成一個釋懷 也都是這一個部分 令我哭得最厲害 所以 我沒有後悔 但反而是一種 輸壞 雖然影片令爸爸在其中一個感到內疚的部分 感到釋懷 但事實上 整個反修例運動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傷痕 同時也導致目前香港出現的移民潮 無論如何 這部電影的出現是很重要的 而且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紀錄 我也想像爸爸那樣 跟周導演說一聲多謝 今天的節目時間也來到這裡 明天繼續由A1出擊